我是贵州省纳文县董地乡党委书记罗真玉 我到董地乡工作是2019年3月份到董地乡工作的 迄今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一共有273名老师 在校学生一共有5779名 然后我们由于是少数民族上证 我们少数民族占我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那么我们在七所学校都配备了少数民族教师 一到三年级的孩子我们开展了双语教育 我们这里的话实行了双线包保 还有五查四比对 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教育 那么在去年我们有一个孩子 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平衡家庭的孩子 有初一的学生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排查 就发现这个孩子已经不在学校里面了 然后马上开始调研追踪 这个孩子发现孩子在浙江 然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专班 直接追到浙江去 那么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了 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就读 情况非常好 而且成绩也还不错 学习考试的话总考了480多分 现在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要加强百姓的教育 教育工作是百年大计 都说过它不是像我们农业产业会什么 很快就能够见校的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要对家长这一块对百姓这一块教育思想动员 宣传让他们有这种理念让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读书 让他们的知识改变孩子的命运 我们董地乡的老师吧 也就是说作为党委书记 给大家道一层他们辛苦 真的付出太多 通过我们这样子打造一支 咱们脱平空间道路上 和我们教育战线上的一支尖刀部队 对孩子的话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一天能够反哺家乡回报社会 然后把我们董地乡 从极平乡镇走向极平乡镇 然后献上他们的一份力量 大大康庄 钱力以赴 我是纳雍县董地乡党委书记罗真玉 同学们 知识改变命运 加油